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只有你自己听得到? 那就是耳鸣啦,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耳鸣这件事 根据Apple Hearing Study的研究 大约15%的人每天都会经历耳鸣 也就是耳朵里嗡嗡脚叽叽喳喳的声音 这个比例可不小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发声耳鸣的几率也会越高 耳鸣的声音百百肿 有些人听到的是缠叫声铃声海浪声 也有人听到的是火车声,工地声甚至是人声 这些声音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扰 甚至影响睡眠注意力和听力 那么耳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能跟以下因素有关 研究发现耳鸣的主要原因是噪音冲伤 就是长期暴露在大噪音中,其次是压力 大多数人将耳鸣描述为纯音或白噪音 比如纯音像是小鸟叫声 高频声音而白噪音可能像静电噪声或吸涮声 Apple听力研究是iPhone研究 App中三个重要的工位研究之一 从2019年开始就持续进行 这项研究与密西根大学合作 收集了约4亿小时的环境声音数据 来分析声音暴露如何影响听力和健康 Apple产品还提供了一些帮助听力健康的功能 比如噪音App会在环境噪音可能影响听力 健康时通知Apple Watch使用者 还有主动式降噪功能可以帮助降低外部噪音 让你更好的保护听力 感谢观看